作为一个DJ的压力 就是你每一天跟很多人说话 那个烦恼就是来自于 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是做自己 也不是打算做一些 令到很多人觉得你很好的东西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这个字我是很恨的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的责任 是普通人不用负 但是公众人物要负 我常常都不太明白这个字 即使大家都要负责任的时候 每人都一样 我觉得永远都是 你做一件事出来 就会有人抨击 不喜欢 尤其是现在网上文化 其实全世界都是 很容易一件事 简单到不得了 但是总有人找到 他最丑恶的那一面 然后说最恶毒的说话 我突然间很生气 又觉得我可以跟你争取一天的 我以前会是这样 但是现在倾向会觉得 我都祝福所有不同想法的人 希望大家不用一样的 但是大家互相尊重 以及用一个比较和谐的相处的方法 这个世界是常说给你们看 你们要很明显 很正能量 很开心 不可以有情绪 不可以发脾气 但是这样是会爆煲的 其实Inside Out 这套卡通已经说得非常好 你不能一生抱着 然后你觉得我没有悲哀 我没有怯 是超不健康的一件事 世界是两极化的 有开心就不开心 所以你只要两边都抱 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在这个年代 最重要是容许你自己 你觉得自己是坏的时候 就承认我真的坏了 你不要假扮 其实我很好 所以我不可以心里面 觉得这个人不好 这套在这个年代已经不适合 所以最重要是包容自己 所有不同的面向